6月19号是缅甸民主派精神领袖昂山素姬的65岁生日 全世界多个国家呼吁缅甸军政府释放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人 世界各地的支持者纷纷举办活动庆祝她的生日 今天的尽头人物我们向您介绍这位传奇的女性昂山素姬 今年6月19号是昂山素姬的65岁生日 这位被比喻为和南非领导人曼德拉一样的人物 勇敢无拘 以和平的方式对抗暴力的政权 外表纤细柔弱的她 却有着万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不屈 在很多缅甸人心中 昂山素姬是结束缅甸军政权唯一的希望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国家领袖都在她生日之时发表声明 敦促缅甸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姬和所有政治犯 奥巴马并对昂山素姬的个人牺牲奉献精神感到敬佩 而世界各地昂山素姬的追随者也纷纷举办各类庆祝活动和抗议活动 以表达他们对昂山素姬的支持 在纽约市的游行队伍中 一位前缅甸革命者表示 他们所受的苦痛和悲伤都可能不及昂山素姬所遭遇的这一切 在缅甸的首都仰光市 人们为庆祝这个属于昂山素姬的日子 煮了一大窝美味的咖喱鸡 以500人共享 虽然参加这场生日会的人已经做好准备 可能面临当局的查问或者抓捕 但他们没有丝毫胆怯 其他没有参加生日会的缅甸民众也默默地献上对昂山素姬的祝福 一位36岁的小学教师告诉英国独立报记者 我们不能庆祝 连提也不敢提 但我和许多人一样 今天会到佛寺去点一根蜡烛 大家心里都知道算是为他而点的 英国卫报则发表了一系列从未面世的昂山素姬早年的家庭生活照 这些照片一直被昂山素姬的英国籍丈夫阿里斯和儿子珍藏着 照片中的他 清秀端庄 完全看不出这位热恋中的小女子日后会身负着缅甸民主进程的重责大任 1971年 昂山素姬在布丹的虎学寺答应了阿里斯的求婚 1972年元旦 两人在伦敦注册结婚并定居牛津 随后生下两个儿子 享受天伦之乐 幸福的表情写在脸上 但他最后却主动牺牲家庭 离开他的挚爱 走上了一条孤独的民主路 1988年 昂山素姬决定返回缅甸 为缅甸人争取自由和民主 在过去的21年里 有将近15年的时间 他都遭到软禁或拘留 目前 他在仰光市湖边的祖屋已经被软禁了七年之久 只有他的律师和亲信温丁见得了他 在漫长的幽禁岁月中 昂山素姬的挚爱阿里斯病逝 他无法回去奔丧 而他的一对儿子多年来拿不到缅甸护照 更不可能见他一面 这些日子支撑着他的力量 是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思想 以及他父亲昂山将军正直的为人和风骨 他认为这些才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 昂山素姬曾说自己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无据 他认为面对国家暴力最好的回应是无据 昂山素姬的气量令他成为能团结缅甸各种族各阶层各团体的超然人物 也令他成为全缅甸的希望 英国历史学家温特尔在昂山素姬的人物传记中描述了这么一段 他的助手回忆说 无论什么时候他在情绪波动时 他都会抽出时间在钢琴上弹奏莫扎特或巴赫的曲子 以恢复平静和自律 几年前昂山素姬的钢琴坏掉后再也得不到修复 爱尔兰歌手达米安·莱斯因此在昂山素姬60岁生日时 写下了一曲《琴声未聊》 并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献唱 这首歌是建的一位女士 庆祝她60岁的生日 她本人正被缅甸军政府软禁 她同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歌奖人中 唯一深陷领域的人 她是昂山素姬 昂山素姬的未来如何 或许没有人可以预测 但是她的琴声 她的为人 她的风骨和气度 已经深深扎进了影店人的心中 新唐人记者梁宇周平综合报